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你们好 我是中国伯尉 那么今天我们来玩的这个游戏叫做Stay 然后这个游戏它的背景介绍就是你的一个网友 他被困在了一个房间里 但是你是他唯一可以联系到的人 你知道了吧 这个时候你就背负着拯救出他的一个责任 当然了你可以选择不去拯救他 对吧 因为只是网友 然后我看到这个背景设定 我就觉得哇 这个游戏肯定特别的有意思 所以呢我们今天一起来玩玩看 然后的话呢这个地方有个统计 统计里面显了这个游戏拥有七个结局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游戏的总共的时间要玩多久 玩到一个结局时间要多久 我们故事背景你们也知道了 好吧我们就玩玩看连接 这是干嘛 Stay 驻留 等一下这个warning我们必须要来读一读啊 你可以在任意时间离开游戏 但是在你离开游戏的时间里游戏依然会持续推进 游戏主角将不得不独自度过你离开的每一秒钟 我这个游戏弄得很真实你知道吗 就把游戏里面的人物给拟人化了 然后的话呢本作将着力渲染焦虑死亡孤独和绝望等主题 OK你们这个要注意一下 如果说你们有人对这样的东西比较敏感的话 我劝你们就先看一小段 如果说你们感到不适就不要看这个视频了 好吧开始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应该是这个主角他被灌在这个小屋子里面 这个主角叫做奎恩好吧 我们还可以看到他的一个整个房间的状态 就相当于我是一个监视者一样的 你好 有人在吗 他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直播的摄像头 救命求你了 这是这个聊天室只有我一个人你知道吗 我可以选择其他的问候语吗 还是我只有这一个 你好我在呢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东西 我就不问你是谁了 好吧 因为我已经知道他是谁了 通过这个游戏的背景 我比较好奇这几个见识的是什么 情感联系 我跟他还是陌生人 他对我的信赖度是很低的 然后这是一个他的情绪 他现在很抑郁 对吧 什么叫做多血痣和这个胆汁痣 and粘液痣 粘液痣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现在不太懂这个东西 好吧 我先问一下你在哪里 他应该也不知道吧 你看 我不应该问这个问题的 这个人的思路很清晰 对吧 万一我就是绑架他的那个人呢 我现在必须要让他信任我 然后让他相信我不是绑架他的那个人 我只是一个随机的路人 然后现在我知道了 你被绑架了 他说他已经不在乎自己能不能活下去了 我现在应该怎么说的 我觉得我要说我只想要帮你 对吧 哦 好感度增加了 他说他什么都看不到 除了这一台破的电脑 这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发生的一件事情 这两个答案 喂 没有其他的答案了吗 一个叫做我不认识你 第二是跟我没有关系 你这两个答案我觉得发出去都不太对劲啊 我能不能先思考一下啊 我不能说跟我没有关系 我刚刚说还要帮你呢 我只能说我 啊 他只是两个大致的选项 具体打出来的这个字是不一样的 你不要强调这个东西 你知道吗 你越强调这个东西就越 他会越怀疑 我觉得我选的第一个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你是谁 就是 啊 出现了 那个是出现了这个什么 选择的分支 对吧 我们要按照这个分支 然后下面的这个剧情 是跟其他分支是不一样的 啊 他开始说这个事情的经过了 他突然被砸晕了 然后被带到这个漆黑一片的这个地方 现在他现在整个心情很很狂躁 你知道吗 没有办法 是个人被关在这种小黑屋里面都会崩溃的 而且你什么都不知道是为什么 你不要去问谁袭击了你了 对吧 我们可以来问问有没有出口 我们必须要想一个办法离开那个地方 我需要知道那个环境里面的所有的细节 这个样子我才能冷静的帮他思考出如何的去逃出去 你知道吗 因为他现在太狂躁了 他没有办法去想这个事情 我觉得 对 他现在已经太过于惊吓和过于愤怒了 就整个大脑的状态是非常幅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他应该去他的这个四周仔细的冷静的去看 有没有出口或者说小的缝隙 或者说其他的光源 这一些都可能会有帮助 他回来了 哦 他发现有一面墙在脱皮 附近没有任何的开关 刚刚没有被任何的东西绊到 所以嘛 这个地方一定是空的 然后另外一面墙上贴了墙纸 墙纸上面有纹理 他看到了一些东西 不能这样说 谁他妈找到出口了 没有那么快的 他应该是找到开关了 这样子的话你的房间就亮起来了 你可以看一下四周了 对吧 没有开关和灯啊 这是个什么 那个是水泡的声音 他可以借着电脑的光来看一下四周有什么东西 这是一个带着水印的海报 然后以及一条用拉丁语写的WiFi密码 怎么会有那么弱智的选项啊 求助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只要人家把你关在这个地方 你求助有什么用啊 你看一看 上面写了一些什么东西 没有 你仔细看一看 对吧 没准是可以派上用场的 欢迎 请好好照看屋内的物品 请随意的使用电脑 啊 就关他的那个人 就是说你随便用吧电脑 然后还告诉他了WiFi密码是这个 他说的后面这两句话我就不是很懂 他在说的一个什么东西 是吧 什么叫做跟机庭老师啊 机庭老师是谁啊 我没有看过这个东西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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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一个不读书的人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一个没有读过书的人 哈哈哈 暴露文化了 好吧 行了 这个人的心态 现在看起来还比较的正常 你知道吗 还跟我们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怎么了 她的心跳停了一拍 她应该看到什么东西了 因为刚刚那个 她的前面有光亮 看到了吧 这个时候就应该鼓励一下她 这个样子人会变得比较的积极 有人在向你发送信号 n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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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房间里面的小开关被激活了 这个地方可以看我的这个所知道的道具 行吧 我现在得跟她说你过去看一下 好吧 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了 你不如去看一看 不要害怕 诶 我这个 这是什么呀 我看一下啊 我现在跟她的这个情感 依赖度是一个普通的程度 她反正现在比较信任我 OK 行 她去看看了 是吧 愿她能马上回来 应该不会是什么 弄死她的东西吧 我觉得 你看 则里有一个日光灯 你别去碰她 你小心 啊 我们要转动这个日光灯 让它保持一个常亮的状态 哦 哎 等一下 是这个样子吗 行了 你的日光灯弄好了 你现在能暂时看清楚这个房间里面所有拥有的东西了 对吧 搞了半天还是我帮她弄的这个灯 这个里面还有飞蛾 哎 前面还有个门呢 哦 这不是飞蛾 这是萤火虫 这萤火虫还会跟着她 哇 那么智能的吗 行了 那回回回来了 这一次应该 哦 这是第一张结束了 它会有一个这个统计 我们是乐观者 啊 71%的人都选择了这个答案 啊 我ok 我知道了 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然后还有另外29%的人 那就是选择的问的是 啊 是谁袭击了你呢 然后那个人已经处在一个崩溃的边缘了 然后你再不断的询问他 啊 到底是谁袭击了你 你一定要寻找出来真正的凶手是谁 你仔细想一想 然后他会 给我手机掉了 然后你可能会把他逼入一个绝境 然后他就受不了去自杀了 我猜是这样的 因为我没有玩另外一条线了 好吧 我们要开始第二张了 那他这个其实挺快的 你知道吗 他一张一张 然后每一张会告诉你一个结果 好 我们找到一个新的道具了 一个萤火虫 可以的 最后的话呢 至少有那么一点点的光源 看到一个门 对不对 上锁的木门 有被灼烧过的痕迹 真的如果说 你如果说有一个斧子的话 是可以直接劈开那个门的 或者说你力气大一点 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一个乐观派 对吧 这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门的后面是什么 可能是个陷阱 对吧 就是故意引你 引导你去开开那个门的 然后你以为你能出去 No 不是 是下一个迷宫 对吧 但是呢 没有办法 我觉得去做吧 呀 他会 他是不是会觉得我 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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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关心他 然后他的这个信心 就就就减少了 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 我觉得我应该多关心他一下 先跟他说有这个 危险 对吧 不应该直接让他去撞 Fuck 我真是个弱痴 好 他去试了 什么用都没有 他说这个门特别的热 是吗 他说他再要试试吗 他试了一次没有用 就不要让他再试第二次了 好吧 对 这个是有一点太冒险了 那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里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了 是的 这个电脑里面有摄像头 我得告诉他 因为我看到他的 整个人的这个面目表情 吴又生 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是让他去检查一下这个海报的背面 如果说找到新的东西的话 那会出现新的希望 二呢 是跟他聊聊天 让他放松一下 然后你可能会知道这个人物的一些故事背景 然后你可能会通过他的一些特性去帮助他 有两个这样的选择 我选择 我高笑一点吧 高笑一点 我们不要再多逼逼了 对吧 他心情低落一点就低落一点 我们去检查一下这个海报的背面 好不好 万一有些其他的东西呢 他看起来特别的低落 你知道吗 我感觉我又选错东西了 诶 那个海报自己会变吗 等一下他刚刚给我了一条 关于他自己的一个背景的提示 我得仔细去看一下了 找到了个什么东西 是吧 墙上挂了一个小神节 这个东西我现在想不到要用这个东西能干什么 先拿着吧 好吧 他是一个抛弃了自己的患者被强迫休假的外科医生 对吧 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得跟他说一说 你跟我说一说你的这个病人的事情吧 对吧 虽然他提到了这个东西 我们就可以顺着往下面问一下了 好了 新的分支出现了 这个人现在还是非常有这个职业道德的 他还是保保持着他的这个职业道德 他他说他不想把他的这个病人的隐私 说给我听 万一是被他们监听着的也不太好 但是他已经确定了可能是两个人中的其中一个人 但是他现在还不能具体的想出来到底是谁 我们要继续的去寻找答案 我们应该我们要继续问下去 还是让他去撕开这个墙纸 我觉得先问问吧 我们既然打开了这个话匣子就继续问下去 好吧 Oh my fucking god 这是又降低了吗 刚刚红了一下 行了 他说现在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太陌生了 现在提这个还太早了 行了 我们就 他既然这样说了 我们就不要继续逼问下去了 好吧 我们继续调查一下这个屋子吧 要表现出我们是一个很懂得礼仪的人 他要去检查墙纸了 这后面这一片墙 他直接把那个墙纸给撕掉了是吧 这个里面有一个黄色的那个东西 他应该会拿回来跟我们说 他发现了一个门 而且没有上锁 Oh great 他如果一个小时之后还没有回来的话 就给他做一个祷告吧 他要自己独身一人去冒险了是吗 那我现在其实在好奇的是我真的要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等一个小时吗 因为这个游戏他特别强调这种真实感嘛 对不对 他推开了 哎呀好像里面是一个厕所 行了 这个样子他可以解决一下那个生理上的需求了 万一叫要拉拉巴巴乱七八糟的 对不对 我们又是大多数的那堆人对吧 百分之七十四的那堆人 我们是属于追逐游戏中的完美伙伴 这个游戏带入感做的倒是挺好的 这个厕所里面设施就很多了 先照照镜子对吧 然后你这时候可以尝试着对自己的 通过镜子对自己说一些鼓励的话 是比较有用的 我的妈呀 这个眼神看起来特别崩溃 真的 很心疼 然后他在这个厕所里面找到了一瓶药 没有任何的标签 你压根就不知道这个药是干什么用的 但是他不是一名医生嘛 我觉得他应该凭这个外观 就能判断出这是一个什么药了 他已经回来了 有新的道具了吗 堵塞的马桶 我一直都不是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你可以看一下寻找到很多的道具了 除了这个萤火虫之外 我不觉得任何其他道具可能会派上用场真的 他现在很担心他自己的样子对吧 他毕竟是一个心理医生他应该能做到自我的一个调节 这是我不会担心的一个事情 现在他已经一团糟了 就是他现在状态很不好 就不要去 我看一下看一下有其他的这个出口了吗 没有其他的房间了吗 我觉得这样 这个一句话可能会给他一些新的希望 对吧 一个新的房间 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特别的东西了是吧 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去问一下 你的名字叫做什么 但是我是知道 我是知道你的名字的 对吧 但是他是不知道我是知道他的这个名字的 这个关系很复杂对吧 还是要问一嘴 又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分支 他叫奎恩 我叫做 我 我还要给自己起个名字 Oh my god 我叫做Hence OK You can call me Hence 行了我就知道他要开始相互这个 用自己的名字来称呼了是吧 会显得稍微亲切一些 哦 他现在有一个全新的想法了 他的后面好像突然多出了一个声音 他自己要去看一看吧 让我去看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希望如此 我觉得那个字的玻璃是碎掉了 这人还挺幽默的 是吧 他现在进入了一个自我的境界 这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他会觉得这是他在救赎自己的一个方法 包括我在内的62%的人都选择了 问他你的名字是什么 他在吐槽 别在游戏开头就把注意力放在制作人的名单上了 这张很短 这张特别的短 我们继续好吧 我以为这张会很长 我之前想的这一张结束之后 我们就下一期再见了 好吧 但是很短 可能是第四张之后 我们下一期再见 What the fuck 不是这个地板上面出现的东西有点太太太玄妙了吧 红的 蓝的 绿的 还会发亮 这房间里面有瓷器是吧 而且有自己的这个标识 What 这又开始开玩笑了 我想一想我想到了一个事情 他明明从厕所里面拿了一瓶药 但是没有跟我们讲 对吧 就是他现在对我们还是有警戒之心的 我们不能这样说 万一有新的线索呢 我只能去反问一下他 看一下他自己 自己伸出内心的想法 到底要不要去拼起来 对吧 我们只能做到一个引导的作用 对 所有的事情都值得一试 对吧 我觉得他可以去拼一下 正好 可以去 就是让自己的这个 小屋子里面的时间充实一点 要不然你真的除了跟我聊天 你干不了任何其他的事情了 我觉得可以先拼那个最简单的 对吧 可以万一你拼难的 花了太多的时间 你一开始自己的这个自信心就被击垮了 这样不太好 你先拼最简单的吧 好吧 好了 哦信赖度高了 耶 他现在所有的决定基本上都在问我们 搞了半天不是 不是 我来拼啊 好吧好吧 这个图案我觉得我真的现在已经大致看出出来 这个盘子是啥样的了 背面是什么样子的我不太知道啊 这一面是看不太出来有啥东西的 OK 基本上结束了最后的两块了 哎 好了 好了 我给你拼好了 好了 给你拼好了 好 了 上面是只猫吗 他说这个房间里面 找到了一只猫啊 上面有一个神秘的非洲符号 意思是爱永远不会迷失方向 我难道要问一下这个人 关于他的这个爱人的故事吗 现在他有办了 不对呀 为什么这个猫一开始 没有出来呢 现在倒是出来了 就证明这个猫可能是从其他的这个通风管道进到这个地方的 我觉得他打了你打了个什么 你知道猫能减轻你的压力和焦虑吗 我造 我们要给猫起一个名字吗 我觉得不用 我觉得得反问一下他 他既然能进来肯定有出去的路 对不对 但是他没有任何的头绪这个只能去慢慢找了 给猫猫起了一个名字啊 叫做Metis 是一个橘猫这是个橘猫吗 我看这个毛都是一个红色的了 他在项圈上面除了名牌还有什么其他的东西 什么呢 这是时间吗 还是倒计时啊 这是一个倒计时 他还有13个小时 猫不可能是一个炸弹吧 这个太丧心病狂了 如果说猫是一个炸弹的话 剩余的时间是多少呢 还有13个小时 就如果说我现在不玩这个游戏了 我AFK了 13个小时回来了之后 万一爆炸了不就没了 机器了 这个时候要让他充满信心 我们会有放话出去的 新的分支又出现了 我看一下我现在跟他的关系 我们的信赖程度已经达到最高了 他的情绪还是非常的悲观 可惜的是 他说他需要几分钟冷静一下 去回忆一下过去的事情 看能不能想起来一些东西 OK 我又是选择的 大多数人选择的这段话 我觉得这是应该是 这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 一句话了是吧 居然还有1%的人选择 你还有我呢 这句话我觉得起不到任何的作用 那么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的这个stay的第一期 也就先玩到这 如果说你们想看到第二期的话 通过评论砸硬币的方式来告诉我 但是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我断了这一期之后 我会去马上录第二期的 这个你们放心的 好吧 就你们多砸一些硬币就行了 这个样子说是不是有点太过了 那么我们今天这期视频也就先到这儿啊 如果说你们喜欢的话订阅一下这个频道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